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6号星期三 今天 昨天晚上跟一个大连的一个网友聊天 他还跟我说 他说好 他说今年行了 今年我们大连出了名了 可是出了名了 全国文明 大连这次的疫情闹得相当的厉害 前几天我已经说了 我说大连官员不太好 不像沈阳 沈阳还是比较老实交代 大连还试图躲避一些东西 现在看来基本上处在一个 不是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崩溃了 大连现在疫情整个崩溃了 大连官员又来 又惹是生非 你崩溃了 你说你自己 他要咬别人 他通过咬别人 直接曝光疫情的很多的真实的信息 和我们之前预言的没有问题 证明了我之前说的都是对的 1月4号 大连市民众局通报 抱歉 说由于本次疫情具有潜伏期长 传播速度快 情况复杂等特点 说在大连有很多病例 做了11次核酸检测 才显示出阳性来 有的地区检测的6轮 这我整个地区全部筛检 检测的6轮 还是有阳性病例出现 所以经过反复分析研判 如果机械的执行原来的 14天居家隔离的标准 势必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给疫情防控带来隐患 因此居家隔离起始时间 应从进入居家隔离状态 既从落实人不出户管控之日算起 实施14加7的管控措施 其间要求做4次核酸检测 就是第一天 第7天 第13天 第20天 要连续4次均呈阴性 才能解除居家隔离 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之前就说过 中国的核酸检测是没有用的 是不准的 不准的率非常非常高 准确率就在30%不到 美国在最初的时候核酸检测也不准 非常快一个月的时间里 进行了四轮五轮六轮的淘汰 一个月之后 美国的核酸检测非常非常准 目前美国的这种 就是说新冠的检测 准确率超过96% 阴性达到100% 就是说只要测的是阴一定是对的 测来是阳的话 要再测一次 测来阳的话 96%的准确率 可能要再测一次才行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只要测来你不是 那就OK了 就可以走人 当然了 我们之前也说了 美国在这方面的确确 它有得天独厚的医疗条件 这个是任何国家没有办法跟他去比拟的 我们核酸检测的世纪 后来的时候我们大量的生产 大量的向国外去出售 出售之后大量的被退回 我们之前都报道过 到了很多国家全部不合格 准确率太低 全部被退回 生产了很多 卖了很多 全部退回来 退回来之后怎么办 在中国国内的去使用 所谓当时武汉的什么全民检测 我记得东北有一个小城市 好像也进行过全民检测 新疆还有一个搞一个全民检测 所谓的这种全民检测 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 检测11次才检测出阳性来 查了6轮 还有阳性病例出现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检测实际准确率实在是太低了 完完全全就是个摆设 起不到真实的 用处 之前其实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很多人不服 觉得我们的核酸检测没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 我们的核酸检测所使用的技术 准确率 跟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大的奇别 一年过去的 依然如此 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不知道到了现在之后 全中国到底有多少病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沈阳那边也在出事 新疆也出了事 大连也出事 现在河北也出事 然后我们还是说什么 我们是多少 八万个确诊 几千人死 我不知道 为了维护我们虚假的面子工程的数字 多少老百姓在煎熬 但是这就是事实 大连民众局终于把实话说出来 就是我们的核酸检测 屁都不是 狗屁都不是 你相信他就见了鬼了 他其实说的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大连被毁了 就是被你们给我们的核酸检测毁的 你们的核酸检测要准的话 我们不至于这样 我们来一次全民的 我们查出来之后 我们去国立 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们的核酸检测 我们在有些地区 我们查了六轮 六轮 还是不行 还是查不出来 你们这不是坑我们的 就跟打仗了 那枪里没有火药一样 所以中国的东西在这 有的时候我说 我说中美不能开战 开战中国将溃不成军 很多人不信 很多人不明白 打起仗来你就知道了 我们很多的 像什么我们的东风的装甲车 你看跟印度打 自己趴窝了 开不动了 冬天冷了 打不开门 你打起仗来的时候 就跟真的来了疫情是一样的 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吹的牛逼爆了 觉得我们中国 我们控制疫情 我们一声令下 全民皆兵 一起控制疫情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把疫情结束了 到现在你结束了 为什么结束不了 你的装备不行 你的设备不行 当年打日本人也是 为什么一打日本就溃不成军 不是没打 国民党那真打了 当年保卫南京的时候 光师长 师一级的干部 师一级的干部 死了一百多个 那是什么概念 大家拼了命了 但是实在是 我们的器械 我们用的家伙 这跟人家比起来 有差距 日本人认真 人家的枪 人家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一个是一个的 真能用 那个时候 林彪他们打仗 都是去捡日本的装备去 打完了仗之后 捡日本的军刀 捡日本的军大衣 捡日本的手枪 拿着之后 谁拿着一把日本产的手枪 日本的步枪 日本的军大衣 那都爱不释手的 马上把自己我们国产的就换来 换全套换日本的 后来我们为什么林彪他们从东北 能够一路打到海南岛 前苏联战了东北之后 帮我们战到东北之后 把两个还是三个 日本在东北的兵工厂 都转上了给我们 大量的武器都给我们了 当然了 也不是说对我们好 为什么他不要呢 因为苏联的武器装备 和日本的武器装备 制式不同 他用不了 他们规则不一样 所以把那些武器给我们了 林彪是当年是到了 东北收了一波日本人的武器 这才扭起来了 这才打国民党 懂我意思吗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这场疫情就跟打仗是一样的 我们的核酸检测就是我们手里的武器 但我们手里的武器行吗 为什么北洋水师 甲午一战 溃步成军 我们当时也是船间泡利 打之前我们认为 我们这船 对不对 亚洲第一水师 真打起来 你会发现你的里边 很多都是豆腐渣工厂 很多东西用不了 等真到用的时候 它才出问题 我们的核酸检测也是 一说起来 我们全力开足了之后 我们一天生产多少口罩 我们一天生产多少核酸检测 但是你的核酸检测 减了11次才阳性 减了6轮还是没有效果 你生产那么多 有什么肉 你卖到国外去 全部被人家退回来 这个世界怕就怕认真 二手自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认真了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